好 我来共用内容 好 再来我们说网络资源啊 其实 苍霸的这一个网站啊 他其实他还有很多连结 就是这里有个人网站 苍霸的工作坊里面 他把它整理 整理成 一些超连结 有一些数学教授啦 或者是一些 爱好数学的人 他的 网站的经营 好 像老师这里 要给同学看的这里 就是你可以点进去 好 我们来点这一个来看 好 他这里就有介绍数学家 今日数学家 雷历心哲 好 他这里有素人就职啊 你们有一些名习啊 好 就是在数学里面的 很特别的题目 零匹克 好 我们再来看游戏的部分 游戏的部分啊 今天老师要介绍的是 它底下这里有一个叫做 纳 旗旗 有人玩过吗 老师是不是 原本只有几颗旗旗旗 你要 你要跳到别人的领地 然后周围用格子 它就会变成你自己颜色 好 他就是像我 玩家是红色的 你可以调它的等级啦 你要调123 好 我刚才有先 简单下一下 他的玩法就是这样子 他下一组就换我下一组 好 我下在这里 他又下这一组 好 我马上我要做突破 他一直在防我 我一直突破 他一直在防我 当然我在突破的过程中 我先给他做什么 所谓的阻隔 所以要攻 也要守 所以我其实我本来是先守 他守了之后再转守为攻 他堵不住了嘛 因为他这是一个六边形 所以他这个其实蛮好玩的 这个也可以有三个人玩的 就是他的棋盘的设计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到时候老师在六年级的时候 我印一些这样子的格子 你就可以用黑白纸 就是用那个围棋来玩 其实也蛮有趣的 有没有 他现在又要继续赌我 但是赌不住了 好 这样子就赢了 这叫做 纳洗棋 有玩过吗 好 今天还要再介绍另外一个就是 独子席 什么叫独子席 好 这里还有一个字啊 要介绍就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玩这个游戏 叫做棉 棉跟棉 他有两个读音 虽然是数学课 但是因为我要查这个读音 棉 棉花惹草 所以那个许律顺便记一下 好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我们要回到刚才的部分 这游戏啊 太多了 所以老师希望同学 可以尽量的来尝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叫做 华龙道你们玩过吗 华龙道的故事啊 其实这是这个人家用 那个 Grate写的嘛 对不对 好 这个游戏啊 其实就很像红色小车啦 红色小车是被别人开发成商品的 那华龙道的故事同学有知道吗 谁在哪里放口的曹操 曹操 对 曹操三国 三国时代 三国演义的那个故事嘛 因为 曹操对关羽有自欲之恩啦 如果假设关羽先遇到曹操 他会为曹操所佑 但是因为他桃园三千亿之后 他的大哥 刘备 跟他的三弟 上飞 他们的情依就因为这样子的缘分定下来之后 曾经关羽过五官斩六将 其实 他虽然真的很有门啊 但是事实上是谁要放走他的 是曹操啦 他舍不得杀他 了解吗 所以 在华龙道这里啊 其实 孔明知道 关羽会放 曹操 但是为什么孔明还是派那个关羽去守华 要让他还恩情 等下就讲了 欠人情最难还 欠人情最难还 所以 他就是要让曹操 对关羽的自欲之恩 要让关羽 所谓的 让他 还了这一个恩情 这个玩法就是想办法把这一个移出去嘛 对啊 移动几步 把法并卡死了 这个 他失败就要去 蛤 什么 诶我刚才有试玩过 应该还是怎么做 警察 我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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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好這個等下你們再玩好了 這就是那個滑龍罩 麻煩再按 再來另外一個是剛才講到的獨子棋就是孔明棋 這裡有稱為獨子棋 這以前我們學校有數學闖關的時候 所以這個其實也可以訓練自己的解題能力 雖然在玩遊戲 你看這個孔明棋有同學玩過嗎 他的玩法就是想辦法把所有的棋 剛跳起有點像 跳過去就不見了 跳過來就不見了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這些子都把它移走 你要去規劃一下它的那個路徑 你要怎麼樣把它削掉 所以你要思考完再走 你看 當我剩下的子太多了 我還剩12345 5顆 這樣就沒有辦法過了 所以這個其實你也可以自己用石頭有沒有 這是自己製作遊戲 這個格子的畫法其實 設計不難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拿彈珠啦或者是 當然這個也有現成的 作品 就是 他也被商業化了 就是說他其實真的是有賣的 這叫做孔明棋 就稱為獨子棋 就是一個人跟自己玩的 剛才老師講到的棉 這個遊戲啊這個其實 就是撿石頭我不知道從前有沒有玩過 他這裡有一個遊戲規則就是說他只能同一列的石頭 只能拿像我現在拿一顆 我拿起一顆就按確定 電腦他也拿掉這一顆 電腦他會拿掉這一顆 好我假設我要拿這一個 我按確定 他拿掉這個 所以現在 這個玩法就是你可以拿 我要把全部拿掉也可以 確定 好現在就是 陷入兩難了 我一定會輸為什麼 因為我拿這一顆他就拿兩顆 我就輸了 好 確定他就拿我就輸了 剩下最後我要拿的我就輸了 所以 你看這個遊戲以前我們會在自己上畫 就是自己畫 好這個整個幾個線就1234567 8 9 10 12 13 14 15 16 16個點決 1357 好這樣子 就來看誰最後拿那顆 好所以你這個在家裡面啊其實你也可以跟自己的弟弟妹妹玩 跟自己的爸爸媽媽玩 好 只要你畫出這個圓圈圈 有沒有 一次只能畫一個或者是走整排 要怎麼樣才能贏 好假設我們同來 好我這裡 假設我要拿 全部 好他拿這樣子喔我現在是跟電腦在下 有可能我還是會輸啊 又回覆到這裡我又輸了 所以要想辦法 戰勝 電腦 你如果假設你自己在操作的時候啊你可以來這樣子來做 好這個免的遊戲也蠻特別的 先把它 回到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 放了 是吃早餐還是 午餐 好 好 這裡的遊戲的部分啊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個其實還是讓同學 實際去操作啊 他這裡有2048 2048你們應該有玩過吧 他是手機的遊戲 2048 有沒有玩過這個嗎 2048不出玩耶老師 很好玩 很好玩 對啊 對啊 我已經玩過了 所以要怎麼玩 老師 會被講 老師 上下左右會有上下左右嗎 鍵盤喔上下左右 往下這樣子嗎 你按鍵盤的上下左右 像例如現在那個2 2的話你就把它併上去就好了 然後你要把4併下去就好 4併下去 它就慢慢變成一個數字 是這樣嗎 同樣數字之後你就要一個併 時間嘛 要想辦法讓 滿格的話 它就會 結束了 對要讓數字越大越好 所以這個遊戲也蠻特別的 我之前有在手機看過 好呢 好呢 等到2048才會那個嗎 好這個就 之後同學在 也可以自己操作看看 好 2048 剛才我有要介紹這個網站啊 剛才忘記了 這個 主油數學 好像你們如果假設想要自己練習啊 其實這邊它提供了一個 很多的 像是這裡有趣味提醒啊 我們點進去看看 好你可以選 年級 好假設我們選的是五年級 然後 我們選的 剛才就選了 不是 對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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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 书籍 他这里可以书籍 书籍籍本 他这样就出出来了 有没有 你们看到的画面跟我一样的吗 对OK 他这个是出题 就是 这里要写什么符号进去 有没有 就是试者运算符号你要让这个本次成立 好啊这一个是 要相加嘛 这个是 小数的练习 所以试者资源就是这样子来操作 好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这个 你由数学啊这是由中央大学数学系 就是中央大学数学系 他们成立的一个 实验系 其实就是一个 网 网络出题的一个他就是把 很多书上 提供的那些出题 所以其实 考前你要自己复试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去download那个题目 自己做练习 好我先让他回到 让他这里是趣味主题 他管场的实作啊这里可以下载 版本 都有 假如我们现在 我们的判明版 你现在要六年级了你可以先看一下 几张 你可以设定说A4装栏 颜色黑白 屏数50平 好不好 数据的 数据的 数据因算体综合练习体 你就可以往远选 然后这个你看 就一堆练习 这个应该就是老师有录影到时候爸爸妈妈看到他就可以 直接网络download让你练习 又有答案 真的不错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跟同学讲说这个网站很优 你可以点选 好我们再看他其他的 好像国中弹数这边他也有 像你哥哥 直接 像你也可以从这边来点选 7上 有没有 这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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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选 然后五年级 假设我们要所谓的 这个 我们之前学过的东西有没有 你可以在这边选 等于这一种 他这里的题数有100多题 对不对 这些就是他直接回来点选 好 除了这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停在这画面 等一下 好在这边 其实还有 其他的资源 像这个我们来点进去香港 这边他就是也是有一个 提供一个 教学的一个 的影片 让你要自学 都可以透过这方面来自学 好这就是网络资源 像我们之前的AMC啊 这里有九张出版社啊 你点进去啊 也可以 下面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 当然这里有一些 数学序所啊 同学被数学进去的 世界知名的数学系 你也可以 点进去靠你 还有科学网站 像科学 如果你要 家里订杂志的话可以建议这个科学网站 没错 所以有一些连结可能已经 他如果没有一直更新的话有可能就会 就连不出来好这科学网 你这个点进去看 往那边 好再说九张这个 九张这边他就有很多的那个什么 比赛 好像他这里有什么比赛的一些讯息 你要看那个 我们之前有提 介绍过AMC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来 这边下载档案 这里就有很多很多的 免费的 题库可以下载 甚至有一些 还有详细 像同学 这个是我觉得可以练功的一个好的机会 像 我们之前有做过 2021 2022 我们也做了好几本 如果你有累积起来 你会越做越顺 那他这里有很多很多你可以下载 所以网络资源你会善用他 他就可以帮助你很多很多 还有一个 看一下 是以前老师的连结 好 素条 有没有 这个是直接连到这里 阿安学习网 阿安学习网 好 这是沈兴林 所 制作的一个阿安学习网 他这里有一些邮寄的网 像什么 多元聚会 有四 四千多轴任你 没有出片 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 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 像这个沈兴林他就是为了要照顾偏乡或者是弱势的 孩童的学习 所以他在这上面他提供了很多很多的 资料 他把他做一些连结跟 绘整 像在这里 他就是 去 把这些都 他都会教明说这是哪一个作者 我们等于是放在那里 三高定理 刚才讲说三高定理 做到什么叫光线的定理 这里他就 别人制作的网页 然后他是把他做会者 然后他就变成一个所谓的 搜集的网站 这里你看 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IIN搜集网 高中复权也有 甚至呢你也想要学 其他的科目 你也都会等并去看看 发现美丽星事件 所以有一些连结他可能如果假设网络没有维护啊 有可能那些连结就 已经转织了或者是说 就不用了也有可能 因为有一些他是用部落格的方式去做成件 但是他这里 其实你还是可以去减选的 第一月 第二月 还是没有 可能省心里最近太忙了 如果没有的话还是自己探索了 因为他资源积极蛮多的 像这里有考验题库 这个之前老师讲的 国中国小都有 都可以 连结 英语教学 这个也是网络的学习经验 这个也是网络的学习经验 这边 你再回到走运 你可以来探索一下这个网站 你的趣味教学 这个网络的学习经验 这上面有很多连结 找到他 收服了 你看 有900多万人 浏览过 他点阅率有1亿90次 因为他是一个免费的 他这里有讲说 按按学习网 这就是省心理 他曾经讲过的话 人家都说你的电脑那么强 你那么聪明 你为什么不要当医生 他就说 因为台湾不缺医生 台湾不缺工程师 所以最后他是走向 社工 很难想像对不对 去读社工系 他后来 他现在应该研究所毕业了吧 曾经他有来学校演讲过 但是是透过书商邀请的 之前老师从脸书上面直接跟他联系要 邀请他来学校 邀请不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太幸福了 他觉得你们不需要 所以他到弱势偏乡都是免费的演讲 那我们那时候是请那个康轩 帮忙接洽 他才愿意来 不是说他不想帮你们 而是因为他觉得你们不缺 你了解吗 所以他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他这里有讲 弱势教育的明天 他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公益 他还创了很多网站 他这里有他的一个个人的 的简介 就是说 好我们来 剩下一点的时间 我们就来看这一篇 诶 怎么了 他就是说 他这是他妈妈的一个口述嘛 他说三百六十公里有多远 展开地图 就是从屏东到台北的距离 但双脚行走在这片土地上 你会赫然 惊觉 这原来城乡 的教育是这么大的差距 就是 陈希敏在创这个网站的一个想法 让你们的资源很多 但是你有没有善用他 他就是要照顾天乡的这些小孩 因为他们的教育资源 说实在有时候 现在已经改观了 有没有就像那个 严长寿先生他也到 花东那边去 办教育 他也是退休人士 他也是想要在 对台湾这一块土地做一些付出 所以他这里就跟我告诉你说 什么安安学习以往的租源 他主要就是要永久免费的学习 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 所以他这里他就是有 让 让 家长放心 可以自己去操作这个内容 这位教育的讲 大家好 我是水晶林的母亲 这是他母亲的一个口识 就是他小时候 的照片 他的学习有时候是在货色上面学习 就是爸爸妈妈在板越式的时候 然后他在货色 所以他就发这样子的 发了这样的一个 愿望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预言演讲这个有没有 我给你出演 他来我们学校总共演讲两次 啊 所以他这边的资源真的非常多 好 剩下一点点时间 就除了 刚才分享之外啊 我来看一下同学 鼎妮在吗 我在呀 你